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谁也不是生下来就天下无敌 这个世界没有神 只有努力想成为神的人 从雅典奥运折己成沙 到北京奥运重新起航 铃铛憋着一股气 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私利翻车 完成了自我的拯救与逍遥 练就了不死的铁血与担心 球们好 我是爱与克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今天带大家回顾 北京奥运林丹的低场比赛 对阵香港名将吴伟 我们从林丹的得分手段展开 林丹的得分可以简单分为两类 一类是杀球 及围绕杀球技术的得分 一类是非杀球球路的得分 先来看看杀球类得分 招牌一抓推突击 低局0比0 一开局双方在对角线上拉开 无畏抓回头球 批杀对角 林丹反拍档源网 然后抓过顶球 突击直线得分 这是非常典型的抓推突击 精髓在于林丹的站位以及预判 首先是无畏的批杀 落点比较远 又不靠边 林丹几乎在中场原地完成拦截 接着提前转身 把磁拍手及同侧角都调向身后 紧接着一个小并部调整 加起跳完成拦杀 球速快 落点控制在无畏原地深拍 无法直接接到的距离 相同的球路 换一个角度再看一遍 林丹的进攻干脆利落 无畏甚至没有做出铺就的动作 这个套路的精髓就在于 对球路的预判以及提前转身 小贴士提前转身的两个意义 时间上节约了一个转身的调整时间 空间上多向后争取了半个身位 使得整个退后的速度更快 保证高速中完成拦截过顶球 按理二 反拍挡网加头顶突击 第一局10比5 一开局 林丹接过顶球提速突击对角 接下来 反拍挡直线 再抓无的第二次过顶球 突击直线得分 整个回合林丹打得非常积极 接连的进攻 冲击对手 这个案例是一个挡员往后 退头顶突击的教科书 流畅的马来步 贴边线的长沙 一局打穿了对手 招牌二 拉掉中变速突击 按理一 第一局12比6 一开局 林丹快推正手底线 无抛高摆脱 单起跳蓝杀对角 无倒地回打 单再推 无二次抛高 单起跳重杀对角得分 别人的拉掉就是为了拉掉 重在多拍中消磨对手 林丹的拉掉是为了进攻 通过起跳拦截 形成突然的变速 一杀不行 接着就是二杀 这种激进的打法 给人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深深用速度撕裂了对手的防守 再来看一个 头顶的案例 案例二 第一局7比5 一开局林丹抓过顶球 头顶突击直线 无回挡 接着双方拉开 就在箱区中 林丹突然再次提速马来部推头顶突击直线得分 从步伐来看 在拉开中退头顶和远往抓退退头顶基本上是一个模子 重点强调一个突然性 突然间把对手的过顶球截断 还有一个点就是拉掉中的变速突击 不管是对拉中变速还是掉球后抓推变速 球路上多注意回头球 招牌三 斗进网加后退突击 第二局10比10 一开局 单抓回放扑压 无打对角 单回挫 无高挑 单后侧双脚起跳 中杀得分 相对于抓推条突击和拉掉中变速突击 控进网加后退突击 在顾法上和手法上都略有不同 因为斗进网加后退突击 后退的距离变长了 以及对手高挑球的节奏 不用慌忙起跳去拦截 可以小步幅调整 在到位后双脚起跳杀球 同样 因为节奏上相对宽裕 斗进网加后退突击 出手往往是完整挥拍动作的重杀 而抓推突击和拉掉中变速突击 因为节奏更加紧密 出手往往是简化的点杀动作 招牌是杀上网连贯 以及仿佛杀上网连贯 低局13比6 一开局双方拉开 相互控制底线 如率先下压 批杀对角 单回挡远网 形成抓推 这里单没有直接提速 而是连续收掉往前 接下来再次抓到头顶过顶球 形成杀上网 扑压得分 这个时期的林丹 不但手上爆发力好 出球快 脚下的连贯速度也非常快 即使杀球不能直接打穿对手 其杀上网的连贯照样有威胁 更可怕的是一轮杀上网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再杀一轮 总结起来 这个时期的林丹 正走在通往极品暴力丹的路上 脚下的启动能力 移动能力 弹跳能力 以及手上的爆发力 都是巅峰 更重要的是有4年前 那场一轮游的教训 以及冲击第一个奥运冠军的决心 佛党杀佛 磨来斩磨 我是林丹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关于非杀球球颅的得分手段 我们下一期再讲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你印象中的那个暴力丹